一见国宝一段往事 一见国宝一段历史 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 国宝犯案在您探秘中华文明的团体 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 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并踏之上的咸丰皇帝气弱有四 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 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 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 断断续续地说 大臣曹你的任何旨意 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 切记 切记 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 并踏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 就是后来的慈禧 咸丰皇帝在驾崩前 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 他挑选了八位顾名大臣 辅佐年仅六岁的小皇帝 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 八位大臣曹拟旨意 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 才能够最终生效 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 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 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 从咸丰的安排上看 政治上最后的生死 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 然而母嫔子贵的义贵妃虽然容身为慈禧皇太后 但是当时她只有二十七岁 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 也没有支持者 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专横跋扈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咸丰死后 肃顺不顾理智 常常穿着便服 在热和行宫的大殿上 肆无忌难 遇到太后 肃顺一点也不避讳 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 回京后 我会好好奉扬两宫皇太后的 听肃顺的口气 仿佛他已经大全独揽 想怎么对两宫太后 全凭他一句话 慈禧变得胆战心惊 照这样发展下去 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 独揽朝政 这是时间问题 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 又该怎样保证 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 慈禧急切地想找到 能帮助自己的人 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 他就是公亲王一心 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照 联系驻守在北京的公亲王一心 请求他的帮助 铲除速顺八大群臣 慈禧和一心虽然是疏扫关系 但是在此之前 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 并不熟识 慈禧为什么挑选了一心 一心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 一心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 有胆识有气魄 然而在皇内之争上败给咸丰 成为公亲王 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一心 一心空有报复 没有施展的空间 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 也将一心排酬在外 郁郁寡欢的一心 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照 非常惊喜 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 于是裸断行动 火速赶到热和 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 1861年11月1日 两宫皇太后 跟随咸丰灵鹫回到北京 刚一到北京 慈禧连同慈安 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 颁布御旨 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 同时 下旨宣布肃顺等人 专横拔护等罪名 下令一心将八大臣抓捕归案 很快 八大臣就被刺死或留罢 慈禧和一心 疏扫二人以最快的速度 联手上演的一场 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 从此开启了慈禧 垂帘听政的时代 在帮助慈禧铲除速顺集团后 一心从之前的一个 不被重用的亲王 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 成了一言九鼎的 义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一心平步青云 只要是一心上的折子 慈禧都会披上 一意两个字 表示全都同意 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 也传开了 清朝同志年间 公亲王一心上了一道折子 奏请设立同文馆 也就是要开办一所 外国语学校 聘请外国人做老师 不仅学习英语 法语 俄语 等外国语言文字 还增设天文 算学等 西方自然科学 慈禧看了奏章 照样批复 一意钦此 一时间舆论哗然 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 认为一心离京叛道 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 弹劾一心 面对弹劾一心理直起壮 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 他说 洋人奸船礼炮 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 知其虚实才能自强 若不如此 近年尚可苟案 数十年后 大清将无可欲敌之力 一心倘傻而谈 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 但是人多是众 又都是朝中重臣 双方争持不下 都请慈禧太后定夺 慈禧呢 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 窝人的折子 交给总理衙门动议 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一心 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 交给了一心 第二天 公亲盲一心在总理衙门 恭候窝人 寒暄之后 一心不提弹劾之事 反倒给窝人派了一件差事 让窝人举件 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 以便免聘洋人 一心还说 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 尽有你卓拜 窝人一听傻的眼 果真如此 天天与洋人打交道 对固执的窝人而言 简直生不如死 于是窝人以年老为名 请求辞官回乡 没想到 慈禧听到窝人的请求 说了两个字 不准 窝人没有办法 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 故意坠马 摔伤了足怀 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 此事才算最终解决 同志初年 慈禧对一心的信任 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 疏扫配合默契 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 有了安庆军械所 虽然规模不大 洋枪洋炮数量有限 但清末也出现了 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 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 和一心这对疏扫关系暧昧 关于这一点 专家认为 在正史中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 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 有悖伦理的事情 那么慈禧和一心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 说得那么好呢 清朝同志十二年 十七岁的同志皇帝 终于亲政了 两宫太后暂时道别政坛 很快同志皇帝发现 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 变得空虚落寞 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 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 同志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 希望母亲在圆明园一养天年 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 很快同志皇帝向大臣宣布了 重修圆明园的旨意 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 一心一听 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 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 处处都需要用钱 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 同志不听劝调 一意孤行 一心就请求慈禧阻止同志皇帝 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 慈禧贪图享乐 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 面对一心的劝调 慈禧非常反感 并在心里开始盘算 如何趁机除掉一心 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 表示对一心的禀报 虚心接受 实际上 他并没有规劝同志皇帝 反而赞许同志皇帝 孝顺 大肆批判了一心的居心叵测 就这样 重修圆明园的计划 被不断推进着 第二年 由于购买修建木材 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 朝廷损失二十多万两白银 一心知道后 十分着急 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 一心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 大臣们联合上书 对皇帝提出了 平边宫 开延路 去完号等八个要求 朝堂之上 一心为了打动皇帝 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 一心还没读完 同志皇帝突然大喝一声 我这位子让给你做怎么样 一心一听 目瞪口呆 同志皇帝接着斥责一心 离间他们母子关系 把持朝政 同志皇帝亲自写下诏书 公亲忙一心 无人臣之礼 当仲储 马上割除一切之物 交由宗人府查办 此时的一心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 他借同志皇帝的手除掉自己 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 慈禧就要除掉一心吗 原来同志初年的慈禧 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 他依赖于一心的帮助 然而垂帘听证几年之后 慈禧地位稳定了 精明的一心成为慈禧的眼中钉 据记载 在当时洋人的眼中 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 一位是慈禧 另一位是义正王一心 面对外界这样的平叛 慈禧无法容忍 他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他平起平坐 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一心 他制定阴谋 先后一共弹劾一心三次 最终将他赶出证据 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